人民的名义播完了 5月里有这些电视剧可看近期成为热议话题的人民的名义播出完毕了 追剧党们将迎来新一波的剧荒 小编就跟各位聊聊 接下来将有哪些好剧将要开播 首先要讲世界当 人民的名义的斯美人 这部是由马可、张新宇、乔振宇 易阳千玺主演的青春历史传奇大剧 该剧以屈原为主线 讲述了这个朝代传奇跌宕的人生 以及才子家人瑰丽美美的爱情故事 这部电视剧放 到5月播出真的是特别应景 端午节和屈原的故事一定亨配 春风十里 不如你是马静指导的都市情感剧 有朱东宇、张艺山、林贤主演 该剧改编自逢堂的小说《北京》 北京讲述了秋水在本说连读8年的大学生涯中 结识了爱人小红与一群好兄弟 毕业后几经坎坷 也让他们对于年少无知的青春时代 产生了无尽怀念与感悟的故事 他是桀不逊的牙匹军官 他是心醇如水的实习医生 连职业都登对着他们 革命同志关系确确不好 树与锦儿风不止 他欲恋而他不懂 一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即将展开 中国版的太阳的后裔 敬请期待 《狐狸的夏天》游人去小花坛松韵 当红小生江潮领衔主演 第二季还是续写第一季青春 浪漫的甜蜜氛围 讲述了谎原发射击狐狸小姐与人肉 测谎一百兔总裁 从水火不容到越走越近的搞笑爱情故事 剧中顾成泽霸道总 才带萌超帅的黎燕淑狐狸小姐美丽机灵的 完全配与脸的CP感 在新一季中 男主古成泽开始对女主黎燕淑 开启花式追爱模式 霸道总裁摸头沙 一本正经说情话 微微贴面就索吻 各式辽美技能纷纷上线 5月4日开播 喜欢霸道总裁文的宝宝们可以追偶 黑色偶像剧韩武技自公布第一版 预告至今备受关注 不仅有悬疑的元素 更有甜宠的情节 该剧讲述了一个名为 沾南岛的架 空小岛上黑暗势力盘根错节 向往美好生活的女主 在踏上小岛后 无意中卷入了岛上复杂的斗争中 并开始了一场浪漫惊险 悲喜交加的冒险之旅 看剧名真心酷 希望剧情也是酷酷的 静候5月8日的首播 龙珠传情由杨子 秦俊杰 舒畅 思琴高娃 毛子俊主演 主要是讲述了明朝最后一个公主 朱宇欢与少年康熙 从欢喜冤嫁到相知相许 但最终难抵家国仇恨的阻挡 决定相继于西夏望约氏 的故事 杨子秦俊杰这对小情侣的演出 不容错过 由王耀庆 潘志林 为千祥领衔主演的职场 十个技术活 该剧以都市生活为背景 讲述了职场白领许诺 与总裁沈志泽 从敌对到相爱 并一起携手立刻敬敌的故事 梁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根据乐小女同名现代言情小说改编 讲述了江生与程天佑 梁生三个人之间的故事 童年贫瘠的时光 江生 孙一世 和梁生 马天宇世 相依相威 晋 管是没有血缘的兄妹 仍对彼此不离不弃 物质虽然匮乏 精神却无比充实 他们双双考入理想大学后一场车祸 梁生失踪 由此揭开了梁生的身世之谜 江生苦心寻找梁生 程天佑 钟汉梁是 陪伴左右 深深爱上了这个平凡 而不平常的女孩 梁生回归 成为了程天佑的表弟 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 让三人的生活再也无法平静 钟汉梁和马天这样的组合 颜值绝对的养眼 非常值得期待 欢乐颂第一季五美的形象 也深入人心 首观结尾留下悬念 他们的走向演发无限猜想 近日 片方曝光欢乐颂二最新情感向片花 揭开五美第二季的新变化 新危机 片中五美拥抱着彼此的新变化 也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但这些光鲜美好的背后 却隐藏着新的危机 片花结尾感慨人真的是太艰难了 为欢乐颂二的故事埋下伏笔 但无论多困难多无奈 五美依旧永远热情 携手面对 努力前行 欢乐颂二五月十一日将首播 这个五月 我们一起追起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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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